回音樂 173個朋友 幫你們客氣費一下 魚池香特彩 香菇 口感獨特 風味絕佳 去年6月跟小絲買Voz 目前很好開 去年6月 還不夠久 再開久一點 Vios那种车是开越久 你口袋钱越多 有个正常的价格区间吧 区间要多大 30万到40万 还是40万到50万 因为一台二手车 它的区间 车况好跟车况差真的很大 差10万有机会 真的 986 2.7手牌 我好像还没有遇到 我先讲一下 520的影片 如果大家有看 最后一集结束交车的影片 这个影片推出之后 引起相当多的回响 怎样相当多的回响 同行有的同业朋友会说 你好会行销 怎么拍这个 这么感人的影片 什么对车多照顾什么 我说这不是行销 我们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不是因为要行销才拍这个影片 其实正常来讲 我也用这个影片 跟我们店里面所有的服务人员分享 就是我们这一家店 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说 你在交车之前 你检查测试所有的车 你发现有哪里是不正常的状况 你一定要处理 你不可以去做修饰以后交给客人 比如说你觉得哪里稍微剩油 你就把它洗干净 交给客人不行 你明明就知道那边有剩油 那你就是要处理好 你如果说没发现的事情 我觉得另当别论 但是一旦你有看到 你却当作没看到 这我不能接受 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 礼品然后避震器会漏油 修一次大概多少 这换掉就好了 一只大概3000块 二手车堂遇到有人在里面上天堂的机率大不大 其实不大 我上次我真的遇到一台 好了我简单讲他叫我孤车 然后我说那车有什么事情 他说有撞到人GG这样 基本上坦白说那种车我怎么敢收 190遇到冷气不冷的问题 会啊 190冷气不冷的风箱漏最多 有很多东南部外线市的客人会问我说 小诗哥我住在南部 我要跟你买车是不是 买车试车订车看 要跑一趟 交车又要跑一趟 没有 你只需要上来一趟就好了 我们小诗哥从开业里 我们一直都有这个服务 就是外线市的客户 我们会把车交给你 交到你方便的地方 我记得以前 我还交到园林吧 你才挖整车吗 我那个车交到园林去给他 那边都种 好像都种花的 沿路都是一些花田 很漂亮 然后我就开到他家 我整车 然后把车交给他 我印象很深 那台车可能卖10万左右而已 10万左右的车 我送到园林乡下给他 然后我就说 那交完车了 你可不可以开车 带我去坐车 小诗哥不好意思 现在我跟你买车 可是我刚考到 要驾照 我不太敢开 那这这么乡下 我要怎么去坐车 他说我骑摩托车 载你好不好 没办法 我只能说好啊 戴个安全帽 骑一台吗 很旧的摩托车啊 坐到后面 不不不不 鞋四十分钟 骑四十分钟才到什么 客运站 骑四十分钟还不是 他妈火车站啊 高铁站没有 我就想说先 我那时候是坐客运 坐到 客运好像直接坐回来 我去坐三四十分钟啊 因为我会晕车 你知道吗 客运的车里面又臭 然后车子又旧 然后味道也臭 然后在那边 起起扣 扣回来台湾 我现在有没有死 盘机推头就是弯不过去的感觉啦 其实简单讲就是这样 推头就是你想要过这个弯 可是你觉得好像弯不过去 因为你速度有点快的状况之下 你会有点弯不过去的感觉 所以你就必须得放慢速度 才弯得过去 如果你开车过弯 开得够快的话 有时候你遇到一些前驱车 这个状况前驱车比较多 就是会有一种 你现在的速度 你觉得这个弯不行不行不行 好像要快要撞到墙壁 那就是要推头 就这么简单 你一直想往右 假设你一直想往右转 可是他却一直 直直去要去三臂这样 那就叫推头 然后小伟说看车的时候 有肉液 然后造成这个有捕食 尽量不要买 其实现在租赁车 对车价反而其实影响没那么大 因为现在很流行常租车 其实跟大家分享 我们很多外汇车 台湾很多美国来的外汇车 其实都是长租车 现在的长租车已经没有影响这么大了 我觉得还是以这个车矿为主 车的里程数车矿为主 不至于影响到你的车价太多 还是以车矿为主 因为曾经我遇过一个消费者 问我一个问题 然后小资格那现在这样 自用牌我买到中古车 那他以前开过Uber怎么办 开过Uber没关系啊 你只要车的里程数不高 车矿好 也没有开过Uber 我觉得无所谓吧 对不对 因为他Uber是自用车嘛 对不对 你Uber车你把它想成他就自用车 只是常载朋友而已 那只要他保持的好 里程数不高 车矿好也无所谓啊 对不对 甚至有一些不是Uber的自用车 搞不好让他车还更差 车矿还更差 对不对 3.5代试价大概多少 3.5代现在很贵 现在涨价了 现在都要560万 124跟120哪一台比较经典 当然是124啊 05年190还在吗 有换什么零件 190还在 有换什么零件做什么 太多了 你有机会你来看车 我可以告诉你 我在做的东西不会少 你放心好 尤其这种车 二手车估价 不用啊 二手车估价就先把你车子的 车款年份 里程 颜色 配备一些资讯 资讯到我们FB的粉丝页 然后呢 等待 wait 再等待 然后就会有人回复你 因为我们粉丝页都回了 所以一定要等待再等待 好不好 3.5代会涨价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涨价啊 我刚卖一台 60万左右啊 新车89万9的 2017年的 然后我们刚刚讲那个520的故事 我说是真的是这样 其实哦 为什么小师我啊 我会 我一路这样走来啊 我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二手车 其实以前哦 以前哦 我在别人的二手车行下面上班的时候 那我常常哦 私底下在贴钱帮客户修东西 比如说我卖了一台什么车 他那个车回去以后 可能不到一个月电瓶没电了 发不起啊 我就自掏腰包帮他换新的电瓶 为什么我要自掏腰包你知道吗 那我卖一台车 那时候的抽成也了不起几千块钱而已 那为什么我要自掏腰包 因为我会觉得不好意思啊 那我怎么会卖给你一台车 结果不到一个月就没电 然后我帮你换新的电瓶 可是呢 公司不允许啊 公司觉得啊电瓶消耗平啊 我车就糕了啊 那你也可以一个月啊 没电 我哪知道是你弄坏 还是我本来就没电 对不对 大部分会认为说啊你用坏了吧 你是不是灯没关 啊现在啊我换新的电瓶 我哪有勾勇 那我深知这个业界的传统哦 漏息哦 那我自己会觉得说啊 你卖给朋友一台车 假设他是朋友 不要说客人 啊每一个月电瓶没电 你刚才不好意思 你也会不好意思啊 啊我用着好好的 怎么在那边就没电 我以前常在贴钱 帮客户换东西 然后很多数不清了 私底下贴钱 那好一点的老板 听到就说啊 公司帮你出一半好了 帮我出一半哦 还不是全出哦 公司帮你出一半 后来我就自己按字 我就觉得说 那我如果有一天 我自己开了一间二手车行 那我一定要给我的客户最好的品质 最好的服务 我不会再让我的业务自己去贴钱 我我是这样想的 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很棒哦 我甚至有在我还在这个别人的公司 帐班的时候卖的车的客人 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联系 一直到现在都还有联系 我觉得也许我就是因为这样随随便便 没有在计较这些东西 所以才会有一些跟我还不错的客人 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啦 业配一下这个 好不好 潮瑞农场 农场一下好不好 这我们的客人朋友的 卖的 非常的香 非常的香 不是我买的哦 这个香菇有在卖 就是我贴的这个网址 但是不是我卖的 是我的客户卖的 我就觉得 人就是互相而已 我帮他业配 我没有赚钱 我还拿钱跟他买 请问小师哥 你们搜车下户版密密麻麻 怎么判别有无漏油 有的整理的很干净 有什么简易的判别方法吗 其实没有 下户版密密麻麻 你如果真的要判别 你就下户版都要拆掉 要不然你从上面往下看 你看不到太多 因为漏油一定都是到低点 所以一定是在下面最清楚 所以呢 一定要请业者 或者是想办法 能够把下户版拆掉来看 才有办法知道哪里漏油 GC8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注意 是顾虑蛮高的 要小心 有买过什么新车吗 有啊我之前买过 那个Egnis的新车啊 然后我自己也开过 那个A250手牌的 我也是买新的啊 我真的很有实验精神的 我都会去试看看 335C 手上还有车吗 卖掉了 07的黑色又卖掉了 旧款C200 需要注意什么 里程数不要太高 那买这种老B 就是要买到 车主有照顾的 也要去买到 那种糟糟的 快 妈说一台 很便宜啦 我这个C200 很便宜 我卖你5万块而已 讲到多少钉 我就换新就多少钱 你买到烂东西回来 修10万都修不好 所以宁愿去买这个车况好一点 价钱稍微贵一点 NLA涡轮是不是涡轮掉价比较快 其实也不能这样讲 通常以二手车的等级来看 我跟大家分享 你顶级的话 一样打7折 因为顶级那时候 比如说要90 那有些车阳春的70几 那你70几跟90 一样打7折下来 那个价差就不一样 79 63 妈你就折了27万 那77才49 那可能才跟这个新车才差21万 所以这个比例 一样乘起来 单价高的会让你觉得好像掉比较快 其实比例是差不多的 现代的车零件很贵吗 现代车我以前就卖一些i10啊 GATS啊 MATRIX 那种比较旧款的 以前有卖的 那个不贵 那新的我不晓得 推荐的柴油车吗 其实柴油车现在很多车都做的不错啊 古特的柴油系统 福斯的柴油系统 跟VOL的柴油系统都做的不错 那我不建议双逼去买柴油的 我是少数没被疫情影响 我有我被疫情影响 我最近都在咳嗽 不是啦不是那个 干人家被抓走了 哈哈哈 我不能乱讲话 不是一定有影响的啦 我说他每天都睡不着 你们都不晓得啦 一定有影响的啦 挖根的车型是不是比四门车好价一点 也不是啊 因为挖根的车型 通常在卖的时候就比较贵的 不是因为他是挖根所以比较好价啊 对不对 新车真的在卖的时候 挖根的车一定都卖的 比四门的车还要贵啊 所以二手车比较贵也合理啊 并不是他比较好价 二手新中午其实很简单哦 第一个里程数低 第二个他一定是保护期 第三个有没有考过期 是不是元期 我常跟大家讲买二手车过一年两年 也没有什么元期的啊 但是问题是你买的是保护期 就是三年内的车的时候 我们当然希望买到是元期 我们当然希望里程是买到七千九千一万 越少越好 甚至几百公里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要求要更高 要元期公里数要少 原厂有没有记录 有没有这个出过保险 你要用接近新车的这个眼光去看他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你觉得价差够不够 有时候价差不是你定的 比如说他跟新车就是差十五万 你走到哪 就是差十五万 你如果真的觉得十五万太少 那这台车你就不要买 因为在你心中的价值不够 那你如果觉得差十五万 跟新车差十五万够了 那你就买 就那么简单 Cienta要注意的地方 其实Cienta我卖的不多啦 Toyota车没什么好注意的啦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品牌的一个 形象的问题 有一些车款 你不需要去了解他的车 你只要了解他的品牌 依照以往的例子下去推算 你就知道那车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60柴油可以买啊 里程数通常都很高啊 不要买太高的 为何双B不建议柴油 我认为柴油不是他们的强项啊 而且你都要买一台 算是高级的车了 为什么你要买柴油 这么臭 噴出来的烟这么浓 二手的马六柴油版 不是不可以买 而是你可以去查看看 现在有一些 马自达柴油引擎的新闻 然后自己斟酌考虑一下 Vitara1.6推荐吗 有什么通病 其实Vitara1.6 卖的比1.4差 所以你自己评估好不好 如果你要买1.6的 就大概你只是代步而已 但是一 我有些朋友在数数题 了解 新车 Vitara的新车 其实是1.4四轮传动是卖最好的 占比例是最高的 那代表一件事 就是大家要买Vitara这个车 都是为了买它的四轮传动 底盘跟引擎 那你没有去买它的底盘引擎 你去买1.6的 就有点奇怪 隔热纸问题 有气泡 而且都是后挡 是什么问题 隔热纸的后挡气泡 大部分 就是你这个 我们后面是不是都有加热线 玻璃的除物线 那因为除物线会凸起来 所以你在贴的时候 要绕过这个一格一格的除物线 就让它没有办法完全的密封起来 那没有办法完全的密封 久而久之 就会从那个有空气的地方 慢慢越来越大 这是第一个状况 就是除物线 第二个状况就是 有人假想很喜欢开那个除物 后玻璃除物的那个电热丝 它那个电热丝是用加热除物 那你一直频繁的加热的时候 然后呢隔热纸的吸气泡 所以就有气泡一个一个 10年左右的GS350 有什么通病好照顾吗 目前价格为何 其实GS350 第一个它里面会有环保器的问题 会黏黏的 第二个我觉得它遇到的是 空气流量器的那个电子感应器 很多电子感应器 尤其空气流量器很容易亮引擎灯 第三个问题是久了里程数高会吃机油 第四个问题是它的底盘 因为它多连感 它有很多的拉杆在下面 那那些拉杆不贵 一只八百一千 问题是下面二十只 妈的也是一两万 所以说你如果买到里程数过高 或者是它用车习惯差的 避震器的肉油 底盘的铁套 拉杆都挂点你回来 我跟你讲 光底盘就够你花的 一个底盘避震器拉杆 花起来两三万块 绝对飞走 所以还是要注意这些耗材 但是尤其是这个GS350 因为它车比较重的关系 还有我刚讲 拉杆比较多的关系 所以发生底盘的 花钱花在底盘上的几率很高 最近新车卖的很好 二手价呢 二手车最近缺车 因为最近我觉得出来二手车市场的工少于求 所以价格我觉得没有掉 没有掉 二手车甚至有些车款还涨价 马三我刚讲马三Focus都涨价 NAPOLO1516年变速箱会有问题吗 可以买吗 价格落在多少 1516年的我没有听过有问题 但是我也坦白说我遇到的不多 所以我觉得不足以当成经验回复 但是我是没有听过有问题 上次我有个疑问 你看很多人在讲DSG 说DSG有人有在一起 可是为什么跟它相同的 Skoda 没有听到太多相关的问题 我那天就对这个事情一直抱持了一个 蛮神奇蛮疑问的态度 甚至你在同年份的Golf 你听到很多关于DSG的事情 可是Holo上面听到的反而少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二手金龜车能买吗 能买啊 你有情怀你就给他买啊 怕什么 他那个环保材质很夸张 他那个门板的整体都哭去 那个门板是 你说环保漆掉漆 那个都可以处理的 那个门板是整个塑胶裂开 脆固固的 拼都拼不回去 那个不好处理 K12推1.8还是2.0 如果是我我一定是买2.0 因为2.0跟1.8价格差不多 配备不一样 我记得那个K12的2.0的有循迹方 然后气囊好像是8颗还6颗啊 很多颗啦 反正该有的 有没有 扯平最爱讲的 该有的都有了 价钱又差不多 马力又大 一样要开喜美 为什么不开喜美中的喜美 Core Plus 没有啊 Core Plus我之前影片有讲过了啊 Core Plus你一定要回原厂去免费的 让他更新韧体 门板没有一台不会粉碎 没有错 又真假的没有错 每一台Veto都是这样 Core Plu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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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自己目前啊 我从我这边卖出了VAG的车系 我不认为有难养到什么程度 那当然要业配一下就是 我们真的是有特别的挑过 而且做过检查才交出来 这是一定的 但我不知道是因为我这样 还是每一台都这样 我不敢讲 但是我知道我做这件事情 我卖出来的这些车 目前还没有听到抱怨 包括奥迪的A3 包括Golf Golf是最多的 包括Polo Skoda Fabi啊等等 目前观察起来 我不觉得有他们讲的这么可怕 也很多都开了几年了 所以我不 我不能讲说我很棒 我好棒棒 可是我们的的确确挑选过 检查过 挑出来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台车都是一样 GLK我还没有开过欸 我都还没有卖过 不会没有可以买啊 总部人买 不会没有神车呢 可以开99万公里 100万公里 都没问题 0.5.3 时速越快音响会自己越来越大声 真的假的 这么先进喔 因为他觉得说你开越快 然后风切声越大 他就帮你越大声 靠高零啦 我记得有些音响有这种功能 万佑 你看那个音响是原厂的 还是改过的 我记得有音响真的有这个功能 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的 就是你开越快 硬制风声越大声 我知道有音响 以前玩音响 我知道有的有这种功能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靠检查一下 很坏掉了 靠样 时速越快音响越大声 真的假的啦 那Mini哪个难照顾 金龟车 因为金龟车已经差不多快要断料了 Mini还不至于 Golf7 280的市场价落在哪里 五十几万啊 280是比较等级比较高的 六十万 六十万左右 比叶斯塔1.4德制可以买 我觉得可以买 要是我会喜欢买1.4德制的 因为它有五个气泥 因为它有繁华 那因为它跟路上到处跑的 比叶斯塔不一样 汽油跟柴油涡轮哪个命酒 柴油涡轮命比较久 因为柴油温度比较低 为什么西美9的二手车价比较高 因为它没出啦 10没有进啊 所以9就断货啊 断货就涨价啊 三缸引擎的车子建议啊 因为很多车我也卖很多啊 Auto i10是三缸的 对i10是三缸 很多都三缸的啊 三缸除了震动大一点以外 你如果只是市区在用 在在小朋友附近跑跑 比起摩托车安全 三缸很棒啊 最近又便宜 8千多块一年 一公升随便开 开个一二十公里 我觉得很多车都可以买 我还再次强调 什么车都可以买 真的 只要你喜欢 符合你的期待 符合你的需求 你看到会爽 看到会教他 你要教他 路边运动大一点 对不对 我常常在讲 现在这社会就这样 很多人喜欢去 嫌别人的东西怎样 可是其实我觉得 买东西追根究底 自己喜欢就好 其实我觉得真的 每个人像 像我啦 我买房子我住在山上 我住超高 海拔300公尺 我家妈住在新店山上 我很单纯就是便宜 我就住那 可是有很多人要买房子 哇现在房子那么贵 我说我家很便宜啊 那是这样啊 我那时候买妈 400万寒车位 没有很久 大家说你买妈 很久以前又买 没有 好像七八年前而已 400万寒车位 一兵20万 看那个山高到不像话 你知道吗 我住新店喔 我家窗户看出来 可以看到什么 你知道吗 天气好可以看到101 美丽华摩天轮 看这么远 你看我家多高 有些人说我贏土石流 我不敢住 然后就说 可是平地的房子都好贵 买不起 没关系啊 你不喜欢我也没法住 他说你不怕土石流 到那儿就没钱 我有钱就够买那儿 我只够买那里 真的土石流也是命 要死就来死了 不然 土石流滑下来 滑到信义区 隔天我直接地址 家里变信义区 应该不可能滑那么远喔 中府车轮胎年龄超过4年 算正常吗 但不正常啊 4年就差不多GG了 要换了 一旦马上方向机有解吗 有啊有解啊 方向机换掉就好了 冠佑 一旦马上的方向机不贵了啦 几千块而已 熊猫适合新手吗 不适合 你会一直修 而且很难修 而且材料要等 熊猫不适合新手 我知道你看他可能很便宜 可是真的不适合 因为一台车会便宜 会比其他同年份 跟同等级的车便宜 一定有原因 最后 最后了 真的最后 我要教大家怎么 很多人现在很流行 在很多FB的社团 然后一些自售 对不对 车友什么群组 然后去买车 那我的人齁 我没有要你们 线上300多个人说 医药都被小师洗脑 都来跟小师买车 不用 你们要自己去买便宜的 你对车有兴趣 想回来自己搞搞羞羞 你去车友买 你觉得比较便宜 你去买没有关系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几个 在社团上面买车要注意的几个地方 好不好 怎么去分辨 第一个 我觉得 大家为什么不喜欢跟车商买车 是因为资讯不对等 因为车商比较专业 对不对 他如果要扶你的话 你很容易被扶过去 他会修饰 对不对 他会做一些修饰 想要来欺骗你 所以当你在自售买车的时候 你要去跟社团 FB买 你是不是也害怕 是资讯不对等 你是不是也会害怕说 是不是车商混在里面卖这个车 这第一个 大家会担心的 那我来解析 我来剖析 我会觉得说 其实不只是车商会骗你 千万不要觉得只有车商会骗你 我认为有很多自售有某部分 甚至我觉得可能有到一半 在这个FB上面自售 他如果不是车商 他有可能都是跟汽车这个行业有相关 真的 卖汽车材料的 做汽车美容的 嗯 开修理厂 卖零件有的没有 反正就是跟车有相关的 他才会有时间 他才会有这方面 怎么过户等等 这方面的专业的知识来卖 好啦那就造成一个 你如果跟这些人买 也不是不行 也有好的东西 但是你也会造成有一个 资讯的不对称 对不对 你如果跟这些汽车商 你不是汽车相关的 他是汽车相关的 他要胡你 还不容易吗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 很多人 你约看车 通常如果他是一个真的 我觉得 我自己觉得 真正的商班族 真正的自售 他应该大部分要在下班的时间 也就是说不好意思 我一到五 就是六点下班 七点下班 那要约可能就是这个之后 好 那增加了一个 他真的是自售的可能性 对不对 那第二个就是 当你看车的时候 你有个问题 你可以问他 那请问可不可以分期 可不可以贷款 大部分 你如果像真正的自首 他没有办法应付你贷款这件事情 不好意思 我就自己卖现金交易 但是如果说 他回答你说 哦 没关系 你没有的 那不然我有朋友 是在银行上班 我请我银行帮你办 朋友帮你办 那这就有点奇怪了 并没有这么多人 有认识在办车贷的朋友 所以正常 你如果不是在相关行业 你怎么会去认识 在办贷款的朋友 基本上这个几率蛮低的 第三个你一定要看到行照 行照的右边 他有一个狼 第一个就是你行照 你要看车主是不是他 那车主是不是他本人 有一个法律上的问题 车子的买卖 假设他拿了一个行照 不是他本人的名字的时候 他来卖这个车给你的时候 他必须要委托书 你对这个不是车主的买卖 是不算数的 我举个例子 以前发生过 一个男的开一台车来 是他太太的名字 然后他说我要卖车啦 多少钱好你钱给他了 车子也过付好了 太太的证件他也都有 你过好以后太太来了 为什么你可以不经我的同意 收走我的车 我说你先生来卖啊 对不对 我跟他离婚 我刚跟他离婚 现在他清算财产的时候 他为什么可以 不经过我车主的同意 就把车卖给你 变成我们被卡了 对不对 通常像我们去跟人家收车的时候 如果我们沽车 发现这个跟你接洽的 不是车主本人的时候 我们通常要有一个警觉性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希望他能够提供委托书 甚至最好是交易的当天 车主有来到现场 完成签约过户这个动作 交钱这个动作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对不对 因为他如果真的是自售 正常来讲 这些要求应该不过分吧 再下一个就是 如果说这个交易 你要汇款的方式给他钱 你就要把这个钱 汇到车主的户头 那很简单嘛 对不对 法兰基 帮他太太卖车 那好啊 你帮你太太卖车 可是这个钱我要汇在这个行造的 我要汇到这个行造的车主里面去啊 对不对 到时候其实他来 他太太来找我 为什么不经过我同意 我钱是汇到你们家 至少我们还可以保障自己没有问题 所以我觉得说无论在你看车的过程中 好除了车主我刚讲了 行造上面有车主是不是 跟你看车是不是本人 交易的时候 有没有办法请到本人来以外 右边有一个小小的栏位 大概在验车栏的上方 有一个补换造日期 补行造或者是换行造的日期 是什么时候 通常我今天我去收了一台车回来过户 今天3月18号完成过户 补换造日期上面就会登记 109年的3月18 补换造日期就是109年的3月18 代表什么 3月18的时候才破户 好那你如果你去自售看一台车 结果呢 他在三天前 甚至一个礼拜前 才补换造 那你是不是会去怀疑说 他就车商刚买啊 买来卖的不是吗 好从补换造日期上面 你也可以看到 这个他是不是刚跟人家收进来卖给你 不是我觉得我现在讲的我不是说 哦自售啊车商都在骗人什么什么 叫你们去哦 发现说这车商不要跟他买 不是 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讲的嘛 你要卖一个东西是你的 我了解车况 通常自售为什么都要说这个车是他们的 因为他要装着一副他很了解这台车 我已经开这台车两年三年 我对他这台车换过什么东西 我都在哪里保养 有没有什么问题 现在交给你的时候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应该要辽若指掌 那你如果是车商上个礼拜才过户 甚至他根本都还不了解这台车 然后他就要讲个天花乱坠 哦这车很棒啊 我这车开了哦 三年都很棒都没修过 哦好省油哦 哦看超有力的 哦他妈妈讲半天 他才持有他一个礼拜而已 所以我不是说不能买嘛 你真的是买一个礼拜 那你不要骗我啊 你不要跟我骗我说 你买一年两年三年 你开很久 哦你照顾的很好 靠腰上个礼拜才过户的 你跟我讲你照顾的很好 你才照顾他一个礼拜而已 是照顾多好 所以我教大家这些判别的方法 并不是说要去攻击这些自售 哦 让你们不敢去买自售 不是就是价钱合理 车况好 那不要存在这种资讯不对 甚至下的这种 苦烂的那种买卖 我觉得就OK了 不是吗 哦 哇 讲完了 耶 好啦 时间差不多啦 哇 297位朋友陪我到10点 好不好 大家加油 香菇要记得买好不好 香菇 香菇很香 很香 我没有乱讲了吧 大家晚安啦 下班啦 好班啦 苦苦耐 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